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与中国陶瓷贸易资日用陶瓷片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日用陶瓷生产国 也是重要的日用陶瓷贸易国 日用陶瓷主要涉及海关隧泽号HS6911向下 使用各种材质制作成的瓷餐具 厨房餐具及其他家用或盥洗用瓷器 以及海关隧泽号HS6912向下的 使用各种材质制作成的陶餐具 厨房器具以及其他家用或盥洗用陶瓷 根据我国海关统计 2020年我国日用陶瓷进出口总额62.92亿美元 其中出口62.02亿美元 进口0.9亿美元 2014年6月 日用陶瓷调出实施检验检疫的 进出镜商品目录 一般情况下 陶瓷厂生产的日用陶瓷产品 不必经检验检疫实施检验即可通关出镜 为确保出口产品符合国外技术法规和客户约定质量要求 出口企业能需重视出口产品的自检指控 此外 由于部分国家地区和五国签有双边协定协议或备忘录 对输往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日用陶瓷 仍然需要中国检验检疫机构出具品质证书 健康证书或卫生证书 产品方可在进口国通关销售或使用 那么当前针对我国日用陶瓷的出口技术要求有哪些呢 接下来我们将从出口检验内容和出口产品认证 这两个角度来一一阐述 日用陶瓷的出口检验主要包括安全卫生 外观 理化性能和包装 含外包装和内包装以及包装标识检验四个方面 其中出口日用陶瓷的安全卫生检验 主要检验出口日用陶瓷商品有毒有害物质浓粗 是否满足强制性法律法规的要求 众所周知 在日用陶瓷制造过程中 钮和装饰图案内可能会存在钳 钩 钩 钩等化学元素 若用于盛装食物 特别是栓性食物 会引起钳 钳等有毒有害元素迁移浓入食物而进入人体 由于钳 钳等有毒有害元素对人体的危害 世界各国对其在食品接触材料的容出量均加以限制 作为检验判定日用陶瓷制品合格与否的决定性指标 对于超出限量的产品或不允许进口 或必须加明显警示文字 如请勿用于盛放食物或饮品 本产品含有钳 钩 仅作为一般的纯设器物使用 目前世界各国和地区对利用陶瓷制品的钳 钳等有毒有害物质 容出极限均存在较大差异 出口利用陶瓷的外观质量检验 主要检验不许有或不许超过规定的外观缺陷 如变形 胎裂 诱炮 疙瘩 胚炮 泥扎 缺泥等 目前利用陶瓷外观缺陷有100多种 常出现的缺陷就有几十种子多 出口利用陶瓷的物理性能检验 主要是对出口利用陶瓷材料学特征和影响消费使用的物理性能进行检验或验证 如出口利用陶瓷制品的胎体吸水率 制品抗热震性 抗冲击强度 微波炉 洗碗机 冰箱 烤箱 适应性 用面白度 硬度 光泽度等 目前世界各国和地区对利用陶瓷制品的理化性能测试的原理和方法均存在较大差异 出口利用陶瓷的包装检验 主要是针对出口利用陶瓷包装材料 如瓦轮子板 塑料发泡 金属材料 针瓦瓦轮箱 紫色瓦轮箱 足胶和板箱 木箱的外观 性能 形式的检验及检疫 按照五国法律法规政策的调整 现在对出口陶瓷商品的外包装和内包装 以及包装标识不再进行强制性检验检疫 我国利用陶瓷的出口除了要满足利用陶瓷的出口检验要求 部分利用陶瓷产品出口还需获得相应的国际和进口国的产品认证 包括出口利用陶瓷输媒认证 ISO9000 ISO 14001 SA8000 客户念场等 其中出口利用陶瓷输媒认证为自愿性认证 1999年5月 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与美利坚合众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食品药品管理局 以下简称FDA 签订了关于对美出口的调制 存放或储存食品和饮料的陶瓷汽饮问题谅解备忘录 2010年重签 以下简称中美陶瓷备忘录 随后下发了执行中美陶瓷备忘录的工作要求 2003年 国家认监委下发认诸函 2003、208号 关于下发输美日用陶瓷认证有关文件的通知 确定了输美日用陶瓷生产厂的认证条件 规定了对输美日用陶瓷生产厂的资料管理要求 适用于检验检疫机构对输美日用陶瓷生产厂的认证 多年来 输美日用陶瓷生产厂认证不仅获得了美国FDA的认可 也得到了其他国外买家的认可 已经成为中国陶瓷生产企业的产品 进入国际市场的条件和质量能得到保证的基础 ISO9000标准是国际标准化组织 颁布的在全世界范围内通用的 关于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方面的系列标准 目前已经被80多个国家等同或等效采用 是买卖双方对质量的一种认可 是贸易活动中建立相互性能关系的基石 由于ISO9000体系是一个市场机制 很多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消费市场 鼓励消费者优先采购 获ISO9000认证的企业产品 可以说 通过ISO9000认证 已经成为企业证明自己产品质量 工作质量的一种护照 ISO9000标准已被大多数企业所熟悉 在此不做详细介绍 ISO 14001认证 全称是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是指依据ISO 14001标准 由第三方认证机构实施的合格评定活动 ISO 14001认证适用于任何组织 包括企业 事业及相关政府单位 通过认证后 可证明该组织 在环境管理方面达到了国际水平 能够确保对企业各过程 产品及活动中的各类污染物 控制达到相关要求 有助于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SA8000及社会责任标准的英文简称 1997年 总部设在美国的社会责任国际组织 发起并联合欧美跨国公司和其他国际组织 基于国际劳工组织宪章 ILO宪章 联合国儿童权力公约 世界人权宣言 自定了SA8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 它是全球首个社会道德责任标准 以保护劳动环境和条件 劳工权利等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标准体系 世纪ISO9000 ISO14000之后出现的 规范企业组织社会道德行为的 另一个重要的具有国际性的新标准 目前该标准已开始作为第三方认证的准则 在五国陶子产业内逐渐推广 应用和实施 随着时代的发展 进入2000年以后 国外客户除了对陶子产品本身的品质关注外 还对陶子产品生产工厂的社会责任合规性 工厂资量管理体系有效性也越来越重视 加上美国911事件发生后 美国海关开始鼓励其进口企业和国际物流行业 推动海关商贸反恐怖联盟 简称CTPAT 于是便逐渐有了客户念场的要求 尤其是那些品牌大客户 更是将工厂是否满足其宴场审核要求 作为其选择工厂开展订单业务的先决条件 需要进行宴场的客户主要来自美国和欧盟国地 截至目前客户验场主要有三种类型 社会责任验场及通俗的人权验场 品质验场与反恐验场 上述三种类型的验场通常的做法是 客户会委托国际上公认的第三方认证机构进行 也有的客户是自己进行审核 本次课堂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